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肥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是如何幫血盤小苗修根 然後入盆 之後是怎麼澆水 這些是血盤苗 我已經控水幾天了 所以土非常的乾 血盤苗上面空空的是 我已經移植出來了 很多人小苗是不修根的 我會幫我的小苗修根修得很短 是因為要換新的盆土 想讓它重新發根 重新去適應新的環境 而且新的根吸收營養也會比較好喔 那這些舊土呢 我會重新再利用 拿去曬太陽 把它倒在一個盤子裡面 稍微整理一下 把它鋪平 就可以拿去曬太陽 爆曬個幾天 就可以再利用啦 那旁邊呢 懷曬了一些圓土 想說子樂那麼的皮實好養 所以想用圓土混一些舊土來種植 用這樣來省一下土的成本 整理好啦 上面那一批呢 是紫樂 下面有一些是粉紅雪特 種好了 把它們都入盆了 還種了一些之前砍頭的 那我的水呢 也是用水盆 大概到這個高度 我倒了1000cc吧 讓它們吸一下水 所以裡面呢 我一樣會加光合菌 幫助發根 來看看我的水 已經被吸乾囉 因為剛種下去 我只是倒一些水 讓它們吸一下 讓土壤有濕度 讓它們去發根 主要是我們這邊 天氣還是太熱了 如果天氣再涼一點 是可以泡著水 讓它們這樣子慢慢的吸的 那現在呢 我一樣是讓它們吸一下之後 三四天後再加一次水 大概就是它們一下子 就能吸完的量 旁邊這一盤呢 是我前一陣子移植的 它們都已經穩根囉 也是在慢慢長大中 這樣子全部放在一起 感覺超可愛的 這個呢 就是原土混一些舊土 這個盆子呢 有一匙半 我想把它子樂種在裡面 慢慢的來養一個子樂花牆 稍微把土面弄濕 這樣子比較好定質 好了 種好了 未來想要做一個植熱牆 離植熱牆又更近一步了 那還順便把一些 掉下來的葉片灑在上面 那它們很快就會生根發芽了 超期待我的子樂花牆 其實第一次用原土種了 這裡還有一匹聖利君 正在慢慢的發芽長大中 這一匹呢 是我實驗 還沒生根發芽就種下去的葉片 看看最後能存活多少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最後帶大家來看我的花園其中一個視角 慢慢的再上色了 感謝你的觀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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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